金山 金山 有很多好吃好玩的地方 那其實呢 還有非常多的人文歷史 跟生態景觀 歡迎你來金山走走 金山有很多好吃好玩的地方 我們現在來到金鮑里大陸城門這個地方 其實就是晴天岡草原通往金山的一個起點 那這裡呢 其實最早是原住民凱達格蘭族其中一隻 就巴塞這個族群 跟同為凱達格蘭族的北投社 跟馬少翁社 一個通往的要大 這一段也是早期北岸的居民 然後挑漁獲 一路從金山走到士林的一個很重要的道路 那我後方這裡呢 就是一路古道 走 我們去走一走 這裡呢 這裡呢 其實就是一路古道 其中最陡的一段 叫百二坎 古代的人說有說 擲西島而已 那以前在日記時期 當時因為是魚肉品管制 所以呢 當時在賣魚的時候 不能妖惑 就是要敲門 你說有說對付靠 愛家愛戶的 去熟客家裡一戶一戶的賣 這個叫鴨蜜 鴨蜜就是走私的意思 那其實一路古道啊 它從原住民時期 它肩負的不同的時代的功能 像第一個挑魚 第二個茶葉 硫磺 白土礦 藍藍的大青 所以是一條非常重要的經濟的道路 從整個一路古道的歷史 硫磺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產業 因為它可以製造火藥 30萬年前火山爆發 冷水坑往西北的方向 大概有18公里長 3公里寬的範圍都是地熱帶 那從15世紀到17世紀這段時間 包括英國的博物學家史文豪 包括美國住廈門領事李先德 到後來很多日本人 都是來做硫磺的勘察 那大油坑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 為什麼 因為它是一個天然硫磺 最重要的一個產地 一連串的這樣的條件 包括金山多餘三角斷層的通過 那造成了裂系造就了北阿岸金山 這樣官方志願 那待會我們就去金山看看 我們剛剛一路走了一段一路古道 現在最好的時刻就是來泡溫泉 這裡是舊金山總督溫泉 當時是總督招待外賓的招待所 所以我們可以看出來 日本人其實非常非常早 在台灣對北阿岸的溫泉情有獨鍾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的溫泉 其實它帶有三個特性 第一個它是火山火成員的硫磺泉 第二個你可以看到這個水質 水的顏色它是有點偏黃 它是鐵泉 那再來一個就是 來的時候你可以試試看 沾一下 它是鹹的 為什麼 因為它有海水滲透到地底 我們都知道其實時間前 據說有美白保濕的效果 那再來鐵對鋪裡都非常好 所以一般來講在日本這種稱為婦女湯 據說都比較容易生藍生 全台灣六種溫泉 只有碳酸泉沒有以外 其他的都有 所以來北阿岸可以享受到各種不同的溫泉 我們可以看到眼方就是野柳地質公園 那這邊其實是賞月跟賞日最好的地點 身為金山人說實話有點膽薄臭 台灣哪裡能夠找到這樣山海風景的溫泉景觀 人生莫大的享受也不過如此而已 我們走完一路古道 剛剛又泡完湯 這時候就是要來享受北岸的美食 我們知道說一路的由來是因為北岸有豐盛的漁獲 台灣各地大小漁村 好漁的排名頂多可能就是三樣五樣 北岸的漁獲肥 擺到十項 十頂的豬肥 那應該百位沒的啦 那所以來金山走走然後泡完湯不要急著回去 本上還更精彩的喔 北岸夜夜越美麗 整個北岸公路上有很多海岸咖啡 尤其如果季節是對的 你可以看到世界頂存的鳳火船 一大早就要趕快起來了 吃完早餐趕快跑去石頭山 賞日出就看到歸島小日 這一些都是來北海岸才能享受得到的 歡迎有空來金山 真可謂